大家好,我是蔡主婷 今天做一个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准备的材料非常简单 低筋小麦粉125克 水200毫升 棉砂糖20克 鸡蛋一个 我们先把称好的低筋小麦粉和棉砂糖倒入大碗中 再拿一个小碗将鸡蛋打入碗中 鸡蛋搅拌均匀后倒入大碗里 缓缓的搅拌 再慢慢的倒入水 再继续搅拌均匀 直至糖、面粉、水、鸡蛋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步完成之后 我们拿一个小碗和过滤网 将刚刚搅拌均匀的面糊倒入过滤网中 倒入时不会一下过滤到碗中 这时候需要拿勺子的背面和过滤网接触 顺时针转圈研磨 直到像视频里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原液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上锅制作了 舀一勺调制好的原液放到锅中间 稍稍用一点力气压下去 会听到滋滋的声音 所以这个零食在我们这儿叫达达兹 不知道各位网友你们那叫什么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这个锅是蛋卷锅 在制作之前需要用小火热一下锅 正反面大约各一分钟 继继续翻转一下 正常来说制作过程中大概需要翻转三到五次 大家可以多试几次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反复试验 在不太熟练的情况下可以多翻几次 大约一分钟左右 可以试着轻轻的打开锅 看到饼微微焦黄色 就可以拿硅胶铲 将薄饼铲出来 这样美味的薄饼就制作好了 现在外面我很难看到有现做现卖的了 每次我都会做一批出来 然后用密封袋装起来 正常保持一周没问题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我是蔡主婷 我们下期见